印度要买新能源公交 20亿元的单子想要诱惑比亚迪 印度的敲诈战略能如愿以偿吗 比亚迪会同意吗 大家好是吕哲 印度开始左腰了 为了能够跟上世界潮流 宣称要整治国内环境 但是低头一看国内PM2.5指数直逼500的惨状 俨然一副打肿脸冲胖子的样子 还挺可爱的 为了能够达到协定的要求 印度打算在国内推行新能源公交 作为我国新能源车企里面的领军企业 比亚迪被印度盯上了 但这次印度算是碰到硬茬的 想再用诈骗小米那套给比亚迪下个套路 简直是自掘坟墓了 印度声称需要提供1000辆新能源电动的巴士 并且要求比亚迪先发货 再付款 印度只会支付10%的定金 后续将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 话说到这儿 比亚迪显然是已经嗅到了印度熟悉的气息 这气息不是咖喱的味道 是诈骗的味道 这明摆是想用20亿人民币的单子 诱惑比亚迪去给他生产 接过他的大饼 至于尾款 按照印度一以贯之的这种性格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于是比亚迪就强势要求印度政府必须是全额付款才发货 20亿一分不差 而且必须是要人民币支付 卢比 不行 面对比亚迪是霸气回复 印度政府急得直跳脚 先是从上到下带着印度各界对比亚迪口诛笔伐 而后还扬言 比亚迪要执意如此的话 那我可是要跟别人做生意了 原本还以为印度狗急跳墙能放出什么大招 结果还只是嘴上的威胁那一套 没什么新意 而这也恰恰反映出印度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上的无奈 就算印度最顶级的汽车公司 塔塔集团 在新能源制造这一块还是停留在组装阶段 其中的比如说电池 芯片这种核心零部件都是来自 比如说中国 德国 意大利这些国家 可以说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过程中 印度也仅仅只能充当底层工人的这一角色 当然不止在新能源这一块 印度在很多方面现在都是吃这个人口红利 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涨金 可能也就是因为工业落后的这个现状 眼看着印度制造目的才把心思放在了印度诈骗上 那么印度从此也踏上了砖坑外企的一个套路上 对于印度这个套路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 通俗点说就是事先许诺给外企各种红利 各种政策放宽投资门槛 利用人口红利来诱惑企业深入印度市场 等待时机成熟 受猪养成肥猪 再利用各种关税法律条款 对外企进行关门打鼓式的收割 最后企业利润以及产业链都被印度通通留下 连根骨头都不给你吐 不仅仅是我国的小米印度显然在收割外企上杀红了眼 包括美国的苹果亚马逊 韩国的三星日本的佳能等一众外企都难逃 被印度敲诈封印的命运 印度这样的做法无疑是自学坟墓 目光短前只看到眼前当下的利益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逃离印度 最终印度工人只会落得连养家糊口都困难的地步 印度想要在国际上装装样子 混一张干净的面子却舍不得花钱 我们也能看到印度种种的虚伪和无能 更可笑的是他还幻想 利用自己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策略 让无知的企业上钩之后可以从中大捞一笔 现在我们来看这真是痴人说梦啊 他想要以这种屡时不爽的诈骗 给自己增添一些政府的收益 这无异于是在自断后路 希望未来印度自求多福吧 新能源车还是留给塔塔自己来造吧 好 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 关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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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目